第30題 子恩在光線充足的實驗室做凹透鏡成像實驗 他將蠟燭置於透鏡左方焦點外如右圖 請問他如何才能看到此蠟燭經由凹透鏡折射成像 我們知道凹透鏡的成像只有一種 他只不論他放在任何的位置 他只會成為一個正立縮小的虛項 因為他是虛項 所以在子頻上是不會成像的 所以選項B的序數是錯的 他在子頻上不會成像 同時他只要是有發出光或反射光 然後經過折射就會成像 所以並不是需要蠟燭要點燃才會成像 所以A的敘述也是錯的 他可以靠著身體的 他本身足身的反射光線也可以 那麼他說要放在焦點內這也是不對的 因為他不管這個蠟燭放在凹透鏡的任何位置 他的成像鏡子都相同 所以在焦點內或焦點外並沒有任何差別 那麼我們說他是虛項 這樣我們用指頻遮不住 可是我們眼睛可以看得到 因為他讓他的光線進來 然後呢 折射之後 只要進到眼睛 眼睛就會自動認為光會走直線 就會在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成像了 所以呢 我們說我們要人要站在透鏡的右邊 然後呢 透過透鏡來看蠟燭 所以 第30題的答案呢 我們要選的是 C 人站在透鏡右方 通過透鏡看蠟燭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可以看到 凹透鏡所成的虛項 用眼睛來看 這就是我們第30題的答案